照片上两个被俘虏的少年国军留下了人世间最后的影像后 被旁边的日军士兵砍下了头颅 照片的背景是1938年10月 镇守广东的国军将领于汉谋疏于防范 致使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广州战役爆发 日军的进攻势如破竹 于10月21日攻陷广州 而于汉谋部早已闻风溃逃 由于国军逃离过于匆忙 少量守城部队未能接到撤退命令 一直拼死抵抗 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两名战士在巷战中被日军俘虏 两名小战士看上去不过十几岁 脸上稚气未脱 被反绑着坐在地上 面对记者镜头的孩子一脸不安 而旁边的日军已经脱去了上衣 这是日军砍头时 为避免血液溅在军服上的习惯 在抗日战争中 有多少少年依然投身抗日战场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而战斗 已经无法计数 而被俘的少年战俘 在日军眼里是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 大都被残酷杀戮 他们虽然年纪很小 但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订阅我 一起聊聊